神的慈爱是永远跟我们在一起 你永远是我的知音 而这句话正印证在保罗 对于以弗所书 里面当中 将他期盼给以弗所教会的人 的一个观念 我今天所定的一个主题 之前我先说 跟大家先说一声 很抱歉 我在两个礼拜前都不在这边 两个礼拜前我在 复田教会 复田教会那个时候 是我声音最惨的时候 上个礼拜 因为我们医院 为我们的同仁有办一个 就是野外的退休会 所以那个时候我人在河流教会 而那个时候我的声音 比那个时候好一点 感谢主 我大概慢慢了解 什么叫做主的用意 因为那时候我生病 我跟神求告神让给我声音 可是好像是没有听 我最后在复田教会 是用嘶吼的声音 结果没想到得到 非常好的效果 之后我们有机会 我们再聊一聊 为什么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因为没有想到 竟然一席化 让光复跟复田教会的 弟兄姐妹 开始选择互相的和睦 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今天 对于宋山教会而言 我定了这样的一个主题 其实是保罗的书信 长久以来我们对于说 保罗的书信 书信这件事情 我们都是按照篇章 一章章慢慢看 各位弟兄姐妹 我要先跟各位讲 我们的这本圣经 是大概主后400年左右的完成的 所以上面有很多的章节 有没有 各位有空让我们翻一下 那个以弗所书 269面 总共短短6章到275面 里面当中分了好多的章节 有很多的梅批 然后在上面对不对 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 当时候保罗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 有没有这些章节的号 引号 还有再来就是 梅批 跟各位讲是没有的 为什么 书信就是什么 书信 它绝对不会有这么多的什么 梅批或者是什么 章节的号码在上面 因为就是书信 我们看一下书信里面当中 有许多的功能 之前我曾经在这边有稍微提过 我们就简单地略过就好 第一个 这么快 第一个就是 纸本 我们现在写的书信 很少在用纸本写 各位 你们一年有写两封信以上的 请举手 用手写的 两封信以上的 有没有 好像没有了 一封信有没有 好 四位老师有 一封信的有没有 一封信一封信 给你最喜欢的人 或者是 有没有 现在多少 有 孔老师有 谢谢 有没有超过 三封信以上的 有没有 好像 我好像也没有 我们用什么取代 用电子产品 email 对不对 我们现在直接就用 Line Line群组 用什么 MSN 或者呢 我们用Gmail 这些东西来取代了 什么书面的东西 但是我所了解一件事情 如果你用手写的 一般来讲 有两个意涵 第一个意涵是什么 你对这个人 真的跟你很重要 你需要留下什么 亲笔的信 然后让怎么样 对方感受到你的什么 诚意 诚意啊 第二个呢 就代表你对你自己的字 还蛮有什么自信的 各位 我现在不敢写字了 我那个字真的是跟鬼话符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 信上面有些功能 第一个 它是一个抒发情感的 各位有没有 曾经读过语期诀别书 听说那个国中课本 已经把它拿掉了 语期诀别书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亲 亲什么 一听到 我跟老婆就现在怎么样 见面的在说 哇 那多什么样 多么亲密的关系 把她的情感说出来 虽然后面讲得非常 我们讲得非常的 很不舍 但是我们感受到怎么样 她写给她 太太的信的 抒发情感 说明是礼 各位有没有看过 就是这个 洛宾王 他写给什么 就是讨什么 武造书 对不对 的这个习文 这个习文里面当中 就让谁 虽然让那个谁 武则天很生气 但是却怎么样 亲目他的什么 文笔 哇 谁写得这么好 哇 原来是洛宾王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 就是说沟通协调 譬如说当时候 李斯所写给什么 请始皇帝的这个 当时候还不算 对 当时候算是已经统一了吗 统一之后怎么样 他要这些所谓不是 秦国的人离开什么 秦国 那个是还没有 统一全国 还没有统一整个中国 他要那个不是什么 秦国的人离开秦国 那李斯就想说不可以 原因是一二三四五 最后怎么样 始皇帝有没有接受 接受了 那我们再看呢 再来就是请求跟协助 曾国凡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人 他带领了乡军 每战刚开始 每战必败 甚至有两次被逼到怎么样 要跳河自杀 但是呢 他写给皇帝的信是什么 旅败什么 旅战 我虽然败了 但是怎么样 我还是很努力的怎么样 作战 各位 你感觉起来是说 皇帝就说 哇 龙兴大悦 你现在要什么资源 我都给你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怎么样 有什么 请求协助之用 我们现在很多的公文 其实需要别人帮忙 现在都是直接讲 我需要你的协助 可是问题是 怎么写 能够让人家感动 书信是非常重要的 再来就是怎么样 鼓励跟劝勉 为止祈祷书 各位 有没有看过 麦克阿瑟的 为止祈祷 为止祈祷是怎么样 期盼 鼓励跟劝勉 各位 我就是家书吧 就是训 我们很多的一些 训怎么样 告诉我们的后代 要怎么处事为人的一些做法 再来呢 就是其他功能 就是一些法规的书信 以及在什么 就是我们所说的 用邮局所记的 纯真心罕诸如此类 那个再说 但我们可以说看到 此读这本书怎么样 我是期盼 我们给我们后代的什么 儿女 要持续做 为什么 书信重要到怎么样 你能够看得懂内容 你才知道什么 它的意思 否则的话 就像我刚刚所看到 保罗在写这以佛所书的时候 如果分成六个章节去看 每个人就按照这个章去看就好了 对不对 可是 有没有人一口气 自己把以佛所书全部看完 一到六章 有的请举手 一口气 有人一口气看过 好 谢谢阿文姐 那你读下去的感觉是什么 很有用 哪里有用 讲不出来 知道里面当中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候保罗写这张信是怎么样 是充满情感的 为什么 因为保罗那个时候在哪里 有没有人知道 保罗那个时候已经被关在罗马了 对他而言 以佛所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怎么样 革命情感的地方 保罗总共有三次的游行步道 第三次 他在以佛所这个地方 一待就是两年多 而且呢 在整个他的这个三次的游行步道里面当中 是最长的一段时间 最长的时间 而且是怎么样 最怎么样 有情感的部分 所以因此 当他被关到就是罗马 就是他被去到了罗马城之后 他写了什么 一封鼓励什么 以佛所 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那以佛所教会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这样的问题跟我们现在教会 松山教会 甚至整个台湾区会里面当中 是不是有相关的问题 其实我发现好像有这么一点关系 所以因此它就成为了 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去讨论的 那一个书信里面当中 原则上你不要千万不要断章取义 你要一口气全部看完 我为了看这个 大概看了之后 大家一口气看完了三遍 看完三遍之后 再仔细去阅读里面内容之后 再重新再看过 然后我得出来的一些 它真的给当地这个 我们叫以佛所教会的一种情感 因为那个时候的以佛所教会的前身 实际上并不是教会 叫做什么 会堂 就是犹太人的会堂 那犹太人的会堂 我们现在在希腊文叫 孙悟哥给 看一下就好 孙悟哥给里面当中 它的意思是什么 是一群是由犹太人所召聚而来的 那原则上是只要有超过 十个犹太成年人 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会堂 然后这个半径什么 在一公里之内的半径组成的 所以因此呢 只要安息天道的时候呢 就在这一公里半径里面的 这些犹太人们 就会主动地来到这个会堂 然后一起聚会 不过那个时候 只是针对犹太人 而有一些牧民的外邦 我们称为叫外邦人 我不讲外邦人 我就直接讲就是罗马人 或者我们称为叫西利尼人 就是讲希腊话的这些罗马人 怎么样 却被怎么排弃在外 因为他们只给犹太人 我们松山教会的信徒里面当中 是不是所有都是松山教会的信徒 这个里面当中就有一个小观点 如果我们这个松山教会里面当中 百分之百都是松山教会的信徒 就代表我们没有任何外来的人 我们如果没有任何的外来人 那我们知道老臣会凋零 我们当中从今年已经有几位弟兄姐妹 因为年长而离开 对不对 那人数会越来越少 所以因此一个教会里面当中 不能够只有什么本会的弟兄姐妹 还要有什么从其他地方 慕名而来的什么弟兄姐妹 所以因此当时的松山教会 反正很清楚就十个人聚会 再交他们自己的儿女或者是太太 大概就是三十个人左右 那除了这个三十个人呢 增加也就是三十个人 减少的也就是三十个人 不多也不少 就是有点像我们曾经讲过 有一种股票叫做牛皮股 它不会涨也不会降 就是维持永远是那个价格 有没有人玩股票 大家就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牛皮股 它永远就维持这样 那这样的教会有没有办法成长 各位 其实是没有办法成长的 而当时候的生意 就是这种观念 反正我人够了就可以了 所以因此他们不要 如果要 那对不起 你要进什么 进入到我的会堂 要有两件事要做 你们知道是哪两件事吗 第一个 隔离 第二个是后来有的 就是受洗 隔离受洗之后怎么样 你们才能够进入到会堂 然后再来呢 接着当时候的保罗 他期盼是说 我期盼能够是让这个会堂 能够接纳其他 非这个会堂里面的人 这样子的才有办法怎么样 有更多的人进来 就是有这张圣阿国给转化成教会 Ecclesia 快点说叫做Ecclesia 但是慢一点是Ecclesia 而Ecclesia呢 其实有它的特别的意思 所以即便是当时候有很多的 就是非犹太人进到会堂里面当中 犹太人仍然不愿意接纳这些外邦人 所以因此 那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在经文里面当中 曾经来怎么去说明这件事 我们翻一下在使徒行传 方便吗 手边有圣经吗 使徒行传 191面 使徒行传第18章 第24节 旁边如果有 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 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 写住他们 翻一下 在191面 新约191面 第24节 都翻到了吗 翻到了的话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犹太人名叫做亚波罗 来到以弗所这个地方 他生在亚历三大 亚历三大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他是属于亚历三大的犹太人 然后呢 他是个很有学位 最能够讲解经文的 然后呢 怎么样 他在主的道受了教训 心里火热就将耶稣的事 详细讲论教训的人 只是他只晓得什么 约翰的喜 这个不能怪他 因为他只承认约翰 所以因此他在会堂里面当中讲到 当时有百基拉跟亚居拉听见 就接他来 将上帝的道 是怎么讲解的更详细 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 当福音传递的时候 他们只针对了什么 犹太人 然后如果你要成为什么 就是如果是外邦人要成为 能够接受这个份信仰 你要成为犹太人 所以因此他这个时候 保罗在十九章一开始 亚伯罗在哥林多的时候 保罗就经过了哪里 经过了这个以弗所 然后就看到了几个 这个亚伯罗的门徒 就问 你们信的时候 圣灵 你们受洗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受圣灵的洗 他说没有 也没有听过 然后说也未曾听过 有圣灵下来 保罗就说 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 他们说是约翰的洗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说 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什么 悔改的洗 告诉百姓 当信在那以后来的 就是耶稣 他们听到这话 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了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当时候在传递 这个福音的过程里面 犹太人他们做了一个 选择性的处理 就是外邦人的部分 就是按一 就是所谓的什么 悔改的洗 因为各位如果还记得 在马太福音一开 在马太福音里面当中 耶稣受洗的那一段 是谁帮他受的洗 各位 施洗约翰 那是一个什么 当时候许多犹太人 觉得自己做得不好 然后现在呢 有个人来告诉我们说 米赛亚要来了 可是他们就觉得 自己已经不配了 怎么办 悔改的洗 而当时候耶稣除了 受到了悔改的洗之外 还受到了什么洗 什么 圣灵的洗 圣灵就直接从什么 天上下来 在他的什么 卷如油土 什么 鸽子般的什么 在他头顶上 说了什么 这是什么 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在基督福利安息日会 所受的洗 到底是圣灵的洗 还是悔改的洗 各位 我们 十多年前 我在这边受洗 我是慢慢的懂得 什么叫做圣灵的洗 我是慢慢懂得 什么叫做悔改的洗 各位 你们在所有人面前 受了洗之后 那个只是一个悔改的洗 你们愿意怎么样 承认我是罪人 我愿意怎么样与基督什么 同生 同死 同生 但是接着呢 你们有没有受到圣灵的感动 愿意怎么样 把他的福音传给其他的人 而不是把福音只留在 松山教会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的犹太人做的是什么 你没有歌 你不可以进去 然后就算你歌了怎么样 你还得受洗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族群的排他性 这是造成外邦的基督徒的一种伤害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外邦的基督徒是没有受割离的 各位还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当中有个人叫哥尼流吗 哥尼流是怎么样 有没有哥 没有哥啊 谁不让他哥 彼得啊 彼得当时候说 圣灵都怎么样 已经降临在他们身上了 我干嘛还要哥 我承认他 直接给他洗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 现在的基督教各地教派的教派里面当中的和睦 只是内部的和睦呢 还是能够真正的做到就是 我们教会 教派以外的人 我们都能接纳 在早期十五世纪十六世纪的时候 各个教会 就是各个教派林立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我们都自己是对的 那段时间我们称为叫护教阶段 基督徒赋利安息日会的护教阶段的时间比较晚一点 在什么时候 在1844年之后 到1861年这段时间 接着呢 我们对外宣教就是我们就是真教会 我们就是真教会 这句话惹恼了所有的教会 其他的教派 为什么 哦 你是真教会 那我们算什么 我们经常讲的说 那个天主教是那个龙 对不对 是不是 天主教就说 我哪是龙 你怎么去说明我是那个龙 其实我们所要看的是什么 抑郁 我们针对的那个是他们的政权 譬如说我们讲的是罗马教廷 而不是针对个别的什么天主 天主教的信徒 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 捧的是圣经 一主一心一喜 不是吗 那我们凭什么说他们不得救 说不定他们所做的比我们还好 甚至比我们还更谦虚帮助更多的人 而且他们不说而已 所以我们必须要说的是什么 我们在自称自己是基督福利安息日会的时候 我们要去想一想 在别的教派里面当中是不是也有基督的羊 圈外的羊 我们只是喜了 但是有没有真的得救 我们还得要有什么 我们的行为 有人说行为不得救 我承认行为不得救 但是你不做连得救都没有 你所做的事情是怎么样 不要让别人知道的善事 你所感受到别人的需要而怎么样 帮助别人 如此一来 你所得到的就是什么 神所喜悦的 而你所做的事情 就是什么和睦的事情 所以我们常在马太福音里面当中 第五章八福里面 曾经有讲到使人和睦的人怎么样 有福了 他必称为什么 上帝的儿子 使人和睦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 但使人和睦还有一个关系是什么 使人与神之间的和睦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能够互相的和睦 在教我们的中山教会的信徒里面当中 若是有人就是讲出一些 就是攻击别人的话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尝试的 安静下来 然后跟他沟通 还是说别人讲这样 哦 真的是这样 我也觉得是这样 然后开始怎么样 所谓的发酵作用 然后呢 我们就会发现 很多人就会在里面添油加醋 添了油加了醋之后呢 整件事情就一发不可受死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期盼的是 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如何的去和睦 所以因此保罗 我们就回到以佛所书咯 保罗在当时候监狱里面当中 第一件事情 他就写给以佛所教会的人 他在开头跟结尾都能够找到什么 平安 恩惠以及平安 恩惠是一个标准的罗马字 Christ 其实现在就我们讲的Grace 有没有人叫Grace 叫Grace的人 就是代表是有有恩惠的人 然后平安 Hirene这个字不好念 但在西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什么 Shalom Shalom大家有听过吗 有没有听过 Shalom Alakim 愿你平安 回应就是Alakim Shalom 意思就是什么 我也愿你平安 他这一句话就将拉近了什么 非犹太人的基督徒跟什么 犹太人基督徒之间的关系 因为你们都蒙什么 父上帝跟耶稣基督的什么 恩惠与平安 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 在269面 接着我们后续都会用到大量以弗所书的东西 以弗所书 第一章 我宁可还是不用一章一节这样念 我就讲第一章一二节这样过去好吗 好 奉上帝的旨意 做基督 耶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愿恩惠平安 从上帝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开始是这样 结尾呢 看一下第六章的后面 靠着圣灵谁多方祷告 祈求并再要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 使我的口才 我得口才才能放胆开口 讲明福音的奥秘 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 今有所亲爱忠心事奉的主弟兄推骨鸡 推鸡骨 要把我的事情怎么样 我的情况如何全部告诉你 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 好叫你们知道 我父的光景叫你们安慰 我的光景又叫你们安慰你们的心 愿平安 平安哦 仍爱信心从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 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 都蒙什么恩惠 有没有看到平安与恩惠 他用平安与恩惠拉近了两群人的关系 又用平安与恩惠作为结尾 拉近两群人的关系 当这两群人关系和睦了 请问是两群人还是一群人 一群人 所以我们常讲一加一等于二吗 一加一真的等于二吗 会不会一加一会变成是更大的一个一 会不会是让更多的人愿意接受 而使这个一更大 而我们称为和睦 我们称为和一 所以因此教会不只是一个基督徒人教会 而是一群怎么样 寻求神的人 如果是这样子定义的话 各位弟兄姐妹 他就不再只是基督复林安息日会的信徒在这里 也包含了非基督复林安息日会的信徒 甚至还包含了什么 初信者 目道友 未信者 凡是进到这个教会里面当中 与我们每个人有关系的人 都是我们的什么 弟兄姐妹 所以因此来讲 Ecclesia这个阴性的名词 它不用阳性的名词 它是代表是属神的 因为神是Hoseos 是什么 阳性名词 对应过来跟随他的人 就是用了什么 阴性的名词 所以Ecc 就是什么 出来 Clesia 是什么 蒙召的 所以有一个教派的名字 就用Ecclesia 你们知道是哪个教派 召会 他们就用了Ecclesia 作为他们的 他们的英文翻译 各位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 招会是怎么样 但是我所知道的是 当时候尼托生 在创建招会的时候 但他后来 却被招会赶出 如果是一个教会里面当中 不能够容纳其他 跟我们意见不同的人 我认为那个地方不叫做教会 不叫做Ecclesia 而是要有一群人怎么样 寻求神的人 就像我这一次去 我们这一次就是跟着我们 张长老有去吗 我们去韩国 没有 孔长老 对吗 韩国 还有我看到了 玉璇姐妹 我们一起去 是不是很多人 很多人在里面当中 有一些未信者在里面当中 然后受了洗 他们就是一群寻求神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边是来寻求神的人 还是只是来寻求我个人的慰藉 这个就我们要去思考 但是我不会去反对 你来这边慰藉 因为你有需求你来到这边 而这边的弟兄姐妹 愿意将爱给予你们 使得所有的人 因此在这个时候 和谐了 和睦了 所以因此教会不应该 在保罗的观念里面当中 教会不应该分犹太人 或者西利尼人 对我们而言 教会就更不应该分什么 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 而且我很讨厌外邦人 这三个字 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曾经都是外邦人 对犹太人而言 我们都是外邦人 对不对 所以因此外邦人 这个是没有所谓的绝对 如果进入到绝对 就会所谓的族群 族群的一个对立跟对抗 所以 松山教会是我的 还是松山教会是我们的 还是 是所有人的家 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这也就是当时候 以佛所教会 面临最大的问题 两群人 一群人指责另外一群人 不应该成为什么 信徒 而我们所看到的是 我要问各位 什么是松山教会 Egglesia 它是个阴性名词 它不是个阳性 所以因为它绝对不是指 它也不是中性名词 所以它绝对不是指建筑 如果今天是教会 就是等于建筑的话 那就会有一个问题 我们在英文字里面当中 我们讲的home 跟house 有没有不一样 有没有不一样 home是什么 家 那house呢 房子 那我们的教会 到底是一个 Egglesia呢 还是别的 那我刚刚提到 Egglesia是 一群蒙神所召唤的人 所呼召的人 你们是不是 如果是的话 我们走出这个 教堂的门口出去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个别代表了松山教会 我们跟每一个人 接触的人 都可能成为 我们松山教会的弟兄姐妹 那这样的面广不广 如果这样的面广 我相信今天 松山教会 是满满的人 也许是根本就不够做 我们想 我们的方法 透过我们的好行为 去服侍那些 不是我们教会的人 我们不批评他们 我们接纳他们 我们用双手拥抱他们 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 因为神也是这样看我们 神也是看所有人 包含了什么 非基督复林安息日会的行动 所以神有没有恩待 非基督复林安息日会的人 有没有 有 所以他们也一样 会有美满的生活 他们一样工作会顺利 他们一样会怎么样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有神与他们同在 若是这样子 我们何必去阻挡他们 去怎么样 去批评他们呢 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如何让什么 谁是松山教会的家人 各位可以想一下 等一下会有答案 那如何能够让松山教会 有家的感觉 我一直好期盼 大家进来之后怎么样 能够第一件事情 互相问安 我们这个礼拜好久没见了 不知道怎么样 心情怎么样 过得好不好 而不是说一进来之后 就坐在这个 上个礼拜坐的位置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听得懂我的意思 我这一次去富田教会 就真的遇到这种状况 当时我富田教会 跟光复教会 是同时一起进到 富田教会来 然后我们偏向医疗步道 真的就分成两批人 左边的人就是富田教会 右边的人就是光复教会 分得清清楚楚的 同样是啪啪 是什么 阿美族人 同样是阿美族 不管是马太安还是太巴朗 都是同样一个族人 竟然怎么样 分成了两群人 而且他们在 每一年都办 各自办各自的什么 风年纪 而当下 也成为 在那边传到人 那个最大的痛苦 为什么 听说他们的父母 各代表了 马太安跟太巴朗 两个部落的 他们就是 他们的父母就是 一边是太巴朗 一边是马太安人 很麻烦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我当下 竟然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用沙哑的声音 很用像是 我们像说 那个叫做什么 各位 有去参加那个 肇事晚会吗 那个肇事晚会 上面用吼的 有没有 我当下就是用吼的 那个声音出来 哇 那个声音是 很难听 但是就很有力量 而当下竟然感动了他们 我也不知道 原来这是上帝的意思 让我 让我喉咙 在那个时候坏掉 是为了怎么样 让这群人能够和睦 我说好吧 神就有神的办法 我也不知道会是这样 所以当结束之后 那个教会 因为他刚好间两边的 就是同样的光复箱里面当中 有光复教会跟福田教会 的这个传道人 他跟我讲 他跟我说 谢谢你帮忙我们 让当下的人 愿意再一次的和睦 我说那就是开端 剩下就是你要持续的 帮助他们如何的和睦 如何的怎么样 把爱从这个教会两边 各自发散出来 然后一起可以办活动 一起都能够成为什么 一家人 所以因此 如何能够让彼此合一 就成为松山教会 应该最大的一个 我们要去讨论的问题 各位弟兄姐妹 其实来讲 我们在这里面当中 有没有人知道 我们弟兄姐妹 在这个礼拜 这一周里面当中 是有生病的 有没有 没有吧 我们都来到这边以后 才知道说 哦 原来他这周有人生病 他没办法 他来住院了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 你们可知道吗 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当中 今天家里发生的鸡毛蒜皮 大家都知道 我们要的就是一种 真的把它当作 是一个家的感觉 让我们在每一天 彼此不要只是在 安息天问安 而是在每一天 真的一个有空 想到谁 你就挂了电话 就跟他说 你今天好吗 我真的很期盼是这样 因为这样的感觉是什么 家 就像我岳父 就像我岳母一样 打电话从来不 不看时间的 今天他想打 他就讲了 然后第一句话 他说什么 妈妈想你们的 各位 你们想到哪位信徒 你会马上打电话给他吗 我期盼的是 那就是合一的感觉 所以因此 保罗是在 这个基督 他这以基督被求之之 然后他期盼以弗所教会 能够和睦 我们看一下 这个经文里面当中 什么叫做和睦 来我们翻到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 他针对的就是 非犹太的基督徒们 他知道这些人很可怜 因为那些人 又受到非犹太人 以及犹太的基督徒的迫害 有人想说 这是怎么回事 很简单啊 他只要不让他们进到会堂 他们就不知道 他们该去哪里 所以这也是逼着什么样 在《使徒行传》里面当中 第十九章部分 怎样 保罗就只好三个月之后 就在一个叫做 推拉努的学坊里面当中 与人辩论 这个推拉努到底是谁 我们也不知道了 反正我所知道的就是 有一个人那边办了一所学校 就像现在办一个三玉基督学院一样 在那边连续两年的时间怎么样 宣扬什么 和睦之道 所以因此来讲 到底我们所看到的 所谓的奥秘到底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第三章 我们看一下第三章 我们就整个念过去 你就会发现 保罗对这些什么 外邦的基督徒怎么说 因此我保罗 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 为了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 被求的 替你们祈祷 料你们也曾经听到上帝的赐恩给我 将关切你们一切的职份 托付给我 用启示使我知道 福音的奥秘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 你们念了就能够晓得 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而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 没有人知道 像如今借着圣灵 启示他们的圣徒和他们的先知一样 这奥秘就是什么 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裔 同透视同为一体 同蒙应许 在我还没信主之前 我就不是神所喜悦的吗 谁能够这样说呢 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跟原来一群基督徒 就同样有份了 无论我是不是犹太人 已经怎么样不重要了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周遭的 左右 他还是木道友 或者他是未信主 我们有没有办法在平常的时候 就把他们当作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如果是这样 自然而然因为我们的行为 使得他们更愿意怎么样成为信徒 有爱的地方怎么样 大家都愿意聚集 大家都愿意怎么样 在一起 没有爱的地方 就怎么样 容易分散 什么叫有爱 什么叫没有爱 其实后面写得更清楚 这里面当中就是蒙神所什么 呼召教导跟喜悦的光明儿女 信号里面当中我看到 就是等于是将整个第四章 全部来说明了 他简单的就是说 第一个所提到的就是要呼召 我呼召你们来 我不因为你是非基督徒而不呼召你 而你今天被呼召来 你成为教会的一份子 就是在这个整个组织里面当中 就不要因为过去曾经有人 对你说过或伤害过你的事情 而挂怀在心 为什么 因为神早就因为你进入到教会里面当中 先怎么样满足了你 今天各位弟兄姐妹 我记得当时候我在受洗之前 也是在这里 那个时候还是咖啡色的 我记得星期五的时间 当时候的传道人 唐主任是留人员教室 当时候还是教室 他跟我讲说 那个是星期五 我们青年团活动结束之后 他就跟我一天说 又欣你在外面多久了 我说很久了 难道你有没有感动 受洗 我说 好啊 我就说好啊 然后第二天就受洗了 不过当时我父亲蛮不高兴的 为什么 因为我没告诉他 我真的没有告诉他 所以当天我上来这边 唱到我的名字上来的时候 受洗的时候 我爸爸在底下他愣住了 回来他就训了我 训我的一句话 不过我也没法放在心上 因为我知道我可以怎么样 神所怎么样 我愿意接纳神所给我的爱 我愿意放下之前 某些教会长辈 坐在我们家庭上面的痛 当一个人愿意放下 对别人之前的这些 内心里面的恨意的时候 人就会感受到 神是如何爱我们的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是被神所呼召的吗 是不是 是不是 是 如果是 去爱你们的弟兄姐妹 让他们感受到爱 神是怎么教导我们的 有没有讲说 你这个不该做 你那个不该 对了 就我也洗了一大堆 你这个不该做 但是那个时候是因为什么 一群人一百多万人在 沙漠里面行军 但今天我们是坐在这里面 坐在里面的 我们坐在里面当中 我们要去 上帝有指责我们 进到教会之前 内心还想的俗事吗 我问了 我问一个问题 在你们进到教会 聚会之前 你已经完全内心放下来 就是我今天就是来聚会的 内心想想 是不是 还是在出门之前 还想说 哎呀 那个我还有什么事情 没有做 那个明天我还有什么 等一下晚上我还有聚会 等一下中午结束之后 我就可以先走 我还有活动 你有没有脑筋在想这些事情 有没有一片刻的时间 愿意 怎么样 听神对我们的教导 神教导我们是什么 嗯 是什么 去爱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去爱做到没有爱的人 所以因此 神又要我们怎么样 被他所喜悦 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之后 才会被神所喜悦 所以因此如果你把整个第四章到第五章全部看完之后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以弗所书是在告诉这一些非犹太的基督徒们 你们已经被蒙拣选了 你们已经蒙呼召了 你们已经被蒙喜悦了 过去那些曾经坐在你身上的人的事情 算了吧 放一边吧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来到这些教会里面当中 当你跟弟兄姐妹问安的时候 你内心里面当中是真正说 啊 好久不见 我跟你问安 还是内想到说 那个之前前几个礼拜 你曾经讲了什么话让我不舒服 但是我还是愿意跟你问安 我是期望你们能够放下 彼此诚心诚意的问安 而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这样的话 耶稣做了一件事情 拆毁了什么 外邦人跟犹太人的什么 中间的反例 不再以什么律法 来去签置 你该怎么做 而是要怎么样 成为一个新的人 所以以佛所书在第二章十五节的前后 你们看一下好吗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的十一节 所以你应当纪念什么 你们从前是按着肉体是外邦人 是称为没有受割离的 这原是那些平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离人所起的 指的就是那些所谓的传统犹太人 那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的诸约里面是局外人 并且活在什么 世上没有指望 没有上帝 你们从前是远离上帝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 已经怎么样 得清净了 因他所使我们和睦 他将两下和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的阶段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的是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新人 如此就怎么样 和睦了 各位 我们要的是和睦 我们要的不是什么 法利塞人的那一套 法利塞人为了能够方便自己解释圣经 他们有自己的一个注释书 这个注释书里面当中 就是来规定的就是 规条在这边 但是你们按照什么 我的注释来去解 我们也讲说在法律里面当中 是有法条 法规 还有什么 判例 他们是用判例来去解决 法规上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 判例能代表法规吗 对不起 不见得可以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讲 法规是大原则 判例是每一个原则下的特例 那这种情况之下 就有可能怎么样 产生误判的问题 所以因此 他要我们怎么样 拆毁这个中间这个关系 让我们彼此互相 不要因为表面上的一些行为 然后互相要怎么样 不和睦 相反的要怎么样 和睦 所以因此保罗在教会里面当中 后面的段落 他就讲出来 你们要合一 怎么合一 他用三种方式来讲 第一个就是妻子与丈夫 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上帝是我们的头 我们是什么 教会是他的什么 妻子 而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什么 与神之间要顺服基督 接着呢 我们跟信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而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 但是问题是 父母要对每个儿女之间 不可以有偏袋 这样子儿女之间才可以怎么样 互相的怎么样 和睦 手足之情 说明了这一段 所以因此来讲 父母不要惹怒儿女的意思 很清楚地讲 就是父母要对所有众儿女 要公平 对待 不可以偏袒哪一个 各位我们从 创世纪已经看到很多 那种不偏袒 就到后面里面当中 兄弟细祥的事情 我们已经看到太多了 再来呢 就是要针对的是什么 主仆的关系 就是非信徒 与我们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要服侍非信徒 我们就是真的 诚心诚意把他当作是主人的信服 怎么样的顺服 怎么样顺服 如果各位有看到什么 约瑟如何顺服法老 那你就懂得我所说的顺服 如果我们是 这个非信徒的主人的时候呢 你要懂得怎么样 去爱他们 让他们感受到怎么样 你是一个好人 让他们知道说原来 成为基督徒是一个什么 美善的事 那当下就怎么样 和睦了 人与人 人与自己 人与人 人与基督 的关系就怎么样 都和睦了 因此保持这个关系的和睦 是需要持续的 怎么样持续 就是全副的军装 时间关系我不能讲太多 各位如果真的有兴趣 你们就自己按着这个后面去看 在第六章的第十节 一直到哪里 一直到第十七节 但是这个第十七节里面当中 它是最主要是靠着什么 多方的祷告 各位我们要靠着殷勤的祷告 使得这些东西装备在我们身上 成为什么 我们去面对事情的人 但是我要讲一句话 这个军装不是拿来去打人的 神从来没有拿这个军装 去对付人的 而是对付那个怎么样 对付恶者的 对付撒旦的 对付空中的什么掌权者的 简单就是属灵的部分 当我们在很努力的去 和好的过程里面当中 会有一些事情会阻挠我们 而那个阻挠我们的 不一定是对方 而是我们的想法 所以保罗曾经讲 我真是苦啊 我心里怎么样 我心里想要做的事情 跟我的身体都没有办法配合 为什么 很简单 我们有自己的想法跟看法 我们如果能够脱离 自己的想法看法 才能够进入到 神期盼我们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永远 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 跟各位讲 这个军装你穿不上去 这个军装你穿不上去 因为你无法从这里面当中 去让人与人之间得到和睦 所以因此 松山教会是我的 还是我们的 还是所有人的 其实我期盼的是这样子 松山教会 我期盼是一个 蒙神所呼召的一群人 就是各位在座 包含松山教会以外 你们所认识的人 都是 因为我们无形中 可能将福音传给他 我们自己不知道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有可能 有人可能会问过 我们松山教会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可以告诉他们 我们是一个和睦教会的地方 我们是一群怎么样 蒙神所呼召的一群人 有爱的一群人 而且是什么样的人 才是松山教会的人 家人 就是愿意接触松山教会的人 都是我们的家人 哪怕只是路人经过 都可能是我们的家人 把他拉进来吧 跟他们谈一谈 上帝爱你 再来就是建立好 自己与神 以及教会之中 就是我们讲和睦的关系 和睦的关系 在什么里面当中 以风所书已经有讲得很清楚 我问会看的话 我就翻一下吧 好 再就是我们今天的第四章的第二节 凡事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 互相宽容 用和平 呼彼此 联络 竭力 保守 圣灵所赐 而何而为一的心 所以我们的身体 只有一个 松山教会 而我们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所蒙召的一个指望 就是我们愿意将爱传给需要的人 然后呢 一主一信一喜 我们有相同的主 我们共同有同样的信仰 对神的信任 而且我们也有一喜 我们也接受了悔改的喜 跟什么 圣灵的喜 一上帝 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什么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 也在众人之内 我们个人蒙恩 都是照着 基督所良给个人的恩赐 各位 我们都有 所以在教会里面当中有不同的人 有人会讲道 有人会算账 有人专门服务人 有人怎么样 告诉我们哪里做博 那些我们都要怎么样 接纳 所以因此靠主刚强 不断求告 如此 松山教会 才能够成为是一个家 各位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动 当每当我们在唱 松山教会是我家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想过 该怎么把这个地方 真的成为我们的家 而不是只是歌词画在上面 让我们好好在想想 也让我们在这个内心里面当中 重新看到保罗 对于以佛所 对于我们现在 教会里面当中 和睦 和一 的一个观点 愿上帝特别赐福我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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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